刚才我们是对歹医 也就是歹族的医学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苗医 这样我们先介绍一下台上的两位嘉宾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朱国本朱会长 另外一位是我们前东南州中医院的副院长 郭维维 郭院长 说到这个苗医 朱会长好像曾经给我介绍过 说苗医也有它很绝的一方面 苗医是很古老的民族 他们现在崇拜的主席是赤友 这个民族它由于长期的迁徙不定 刀根火种 生活艰苦 那个自然调节对它的照顾很少 所以它这个医药知识是特别丰富 过去是家家会议 懂医 懂药 而且走街 穿巷 进入城市 行医 在旧社会行医的风气 也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苗族在我们国家 应该是懂得吵一吵 要支持最多的民族 苗族分布区域广阔 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 多围山坡地或较平坦的山脚 也有高寒地区 因此复械 瘧疾 蛇毒 风湿等 季节性疾病非常常见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 苗族人民创造了薰针 滚蛋 挑筋 火针 等独具民族特色的医疗方法 在我们这个台上就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们 每位的服装是我们苗族服装 站起来一下 有吗 欢迎你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苗族的服装 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讲究银式的佩戴 是吧 好 谢谢您请坐 苗族的服装装饰得很好 特别是他们的衣服的刺绣 从小的时候就要说刺绣 一直刺到出价 而且它的刺绣没有什么样本的 都是随心所愿的 所以它的艺术都在心中的 所以我觉得咱们苗族人民真的是非常智慧 是非常智慧 心灵手巧 观念长 我们知道这个苗衣苗药非常的厉害 中医有针灸 但是苗衣里面也有叫研制针疗法 还有挑针疗法 对 挑针疗法 挑针疗法是那个 也是苗衣这种特色 它用那个绣花针 而且还要带着线 对 带黏线 要把这个皮肤要调起来 这个线还要穿过去 就跟缝衣服一样 但是还不能给感染了 对 这个感染呢 它采取一些方法 就是像刚才一样的 蘸一点酒啊 或者烧一下针头啊什么的 然后穿过皮肤以后 你穿过以后 你陷在那个皮肤里面嘛 这样一打 太可怕了 就是根据什么呢 就是说你病了以后 你不想急性腰柔伤啊什么的 它上 它的人体里面 它会有一个白色的 或者红色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表现 表现你如果穿这个以后 它就一打 它就破了 它这个网络的表现了 对 它就说 你知道我想 像有一种刺激的那种 想想觉得恐怖 拿那针穿到皮肤里 然后这线吧 就在皮肤里 然后这么瞪 一瞪吧 你皮肤瞪了 它没穿很多 很薄很薄 我们鸟族啊 最早的那瓜子 它们都是用那牛角 牛角把那个前面啊 磨了以后 成一个刮板状的 就跟刮沙似的 刮沙似的 一样的那种刮板 但是它是牛角状的 便于拿吧 那个拿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用那个铜板 镶嵌到那个 那个木头上面 这样做成一个 像锄头状的那种 然后就 就蘸一点药啊 或者蘸那种 油啊 铜油啊 什么来刮 还有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名字听起来 有点不雅 但是它很形象 就叫滚蛋疗法 那个观众愿意 上来体验一下滚蛋 就把那个煮熟的蛋 把它弄破 然后那个 不要这个大肠 哦 蛋黄不要了 不要 然后就放轻 把那个银戒指 放在 这种像 像刘谦在变魔术一样 大家可以看 银戒指 放在银戒指 然后把它 那个 用布包着 包着这个布 因为太厚了 太厚了 对 只能示范一下 不好意思 然后滚蛋的时候 就是 也是这样子 就小孩呢 你看 太阳的血 对 对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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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好 然后 把 要小孩拉肚子 嗯 好 就是肠胃有 好